这部金属探测机 它对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反应 因为每种产品的含水量、物质、含盐、含糖、肝或温度 都影响我灵敏度 所以不能说一个设定适用于所有不同的产品 这是不可能的 以下来我会做一个示范 是如何学习的产品 首先我们镜头近一点 我们会按这里 先选择的产品 因为我预设了是cracker 不重要的 我当作产品1选择之后 然后我们就进入 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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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看到 自动学习 然后按Enter 画面会告诉你 请等候 先不要放东西 那就会是这个产品 好了 我们就放产品进去 千万不要碰到那部机 放几次 它会叫你画面 叫你会停一停 等一等 等候的时候就不要放东西 好了 再叫你放产品的时候 因为现在够两次 两种的讯号 一种是金属 一种是不锈钢讯号 大概就是放完的了 放完之后 它显示自动完成 完成了 很简单 按这个退出 就是退出 那个设定 就已经合好了 现在这个设定 只适应于这个产品 好了 然后我们做正常测试 按绿色 先放个产品 它不会响 正常了 现在我们就放 一个1.5的测试卡 放在产品上面 看看它会不会响 说明 又试下放产品在下面 那些是1.5的测试卡 然后我们试一试 不锈钢2.0 这个是2.0 这是2.0 同样放在产品上面 这个是1.5的测试卡 然后我们试一试 看它是2.0的测试卡 这是2.0 这是2.0 这个是2.0 这个是2.0 同样放在产品上面 然后我又放产品下面 这个的学习就完毕 我们就知道哪个产品的灵敏度是最高达到多少 你们不妨用你现有的金属片做测试 记录下它 现在我会进行第二个产品测试 这是一个乌冬 乌冬含有少许水分 我们不可以用同一个 刚才学习了饼干的菜单去做 我们首先去这个制度 选择新的菜单 选择之后 按Enter 然后我们再来这里 选择自动学习 请等候 然后当它说放入产品 我们就将乌冬放入 好了 记住不要碰到手机 大概放两至三次 然后第一批讯号 学完之后它是等候的 它运输完之后 就放第二次的学习 好 同样地 它后插完 就完毕了 完毕我们按这个退出 好了 设定已经做好了 那现在我们进行 产品测试 我们将产品放进去 它不响就正常了 然后我们试一试放1.5下去 这个用它去切材 这个黄色 这个黄色 放在表面 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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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材做完 然后我们试一试用不瘦钢 这个是2.5 不可以 不可以的话证明2.5它不能够 我试一试用3.0 ok 这个是3.0 3.0 底面 测试完畢 我和你试一试 每种的产品 最高灵敏度 都是视乎产品本身的特性 所以记住 不能够一个产品 应用在所有产品 一个设定应用在所有产品上 ok 今次的示范就完畢了 唉 當有東西在外面,就直接把這個放進去,就沒有問題 就是把這個放進去,證明呢? 這個就是同樣的 是的,然後這次就證明呢? 第一次放進去就正常 如果你第一次放進去,就要把這個放進去 一有東西就會有問題 就是剛剛的,就要把這個放進去 就要把這個放進去 就要把這個放進去